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当天出席白皮书发布会时 警告争端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变成战争的发想地 并且威胁要在南中国海上空划定防空识别区 一天前 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南中国海仲裁法庭 裁决中国的九段线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菲律宾法律界人士认为仲裁结果在执行上存在困难 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副部长刘正明星期三在记者会上 就南中国海仲裁法庭对中国不利的裁决做出反应 他说这项裁决就是一张废纸 不会得到执行 最后还是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刘正明说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借机威胁中国 而是跟中国一起努力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此前外界担心如果南中国海仲裁法庭的裁决对中国不利 中国可能会宣布划定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 对此刘正明在记者会上表示 首先我们要说清楚的是 中国有这个权利 韩国识别区制度不是中国的发明 是其他一些大国的发明 中国在东海化了 在南海是不是需要化 要根据我们受到威胁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当然要有权化 不过中国单方面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没有得到美国等国家的承认 另一方面 菲律宾法律界人士星期三表示 南中国海仲裁法庭 星期二做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利益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但是菲律宾在仲裁结果的执行方面存在问题 菲律宾最高法院助理法官 弗朗西斯加德雷萨说 我们知道国际法不是国际警察 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们有可能胜诉 但是我们在执行方面有困难 正如总检察长谢尔贝所说 我们无法执行 但是我们有世界公众舆论的力量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台湾政府高层迅速拒绝了海牙仲裁庭的裁决 表达了捍卫南中国海诸岛的决心 但是错愕之余 并未表示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与中国大陆进行合作 近看美国之音 列为卫视的新闻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 星期三上午在南部的高雄港 登上一艘即将开赴南中国海 执行巡航任务的台湾海军军舰 对舰上官兵发表讲话 南海仲裁的判断 特别是对太平岛的认定 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 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 这艘船代表中华民国 各位身上的制服 就代表国民的托付 这次巡航的任务 就是要展现台湾人民 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联合国海牙仲裁庭 星期二公布的裁决认为 中国不享有对南中国海水域的历史权利 中国大陆宣称的所谓九段线 可以追溯到台湾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 另外海牙仲裁庭的裁决 特别涉及到台湾实际占有的 太平岛的法律地位 并称太平岛并非属于岛屿 对此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 在立法院表示 而且以中国台湾当局 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不当称呼我国 贬义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 并且自行获权 将远不在非方诉求内的太平岛等岛屿 全数判断为岩礁 严重险害我南海诸岛的法律地位 以及其相关的海洋权利 因此我们绝不接受仲裁的结果 也主张这个仲裁的判断 对于中华民国不具有任何的法律去树立 台湾海军这艘军舰 启航执行任务的日期 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 另外据报道 台湾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说 台湾和大陆都反对海牙仲裁庭的裁决 但是台湾不会在海上与中国合作 暗示两岸之间的麻烦关系丝毫没有改变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时时大家谈 最近几个星期 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再次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 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 洪水造成山铁滑坡和房屋倒塌 许多人在滑坡和房屋倒塌中丧生 由于河流水位上涨 堤坝面临危机 已经有近200万人被迫转移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说 洪水再度考验中国领导人 并且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内涝成灾 中国社交媒体上也展开热议 人们再次质问三峡工程的正确性 也谴责填湖造地的做法 新闻界有学者再次刊出 早年对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的采访 黄万里在制水问题上 长期与卓家主管部门意见相左 他认为中国几十年来制水的通病 是指重视水利工程而忽视水文地理 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说 每一次遭遇洪水袭击 就让年轻士兵们搬沙带驻人墙 以严防死守的军令对付洪水 每一次都有年轻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 难道一个卫星可以上天 积极推销高铁技术的大国 解决不了千年的洪患吗 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频频发生的洪灾 我们邀请相关学者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 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 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 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 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斌 通过视频连线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 我们欢迎两位 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今天我们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可能有一些技术故障 不过也请朋友们继续关注 也可以试一试 首先请问在北京的贾平律师 你认为今年的中国的洪水 它的形势比往年更加恶劣吗 如果是或者不是 为什么中国各地 特别是南方的树省 发生了堤坝绝口 而且很多的城市居住地区 被洪水所淹没的这种现象 主持人 我想今年的洪水到现在为止 局部出现了一些极致 比如说在武汉 长江 沿江一些地区 有些地方的降雨突破了极致 但是总体来说 它还是一个局部性的水灾 它跟俄尔尼诺现象 比如最近的尼波特 从福建登陆尼波特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真正的根据水文 有关部门的预测 真正的挑战 应该是在7月末到8月中上旬 才会到来 所以现在来讲 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最大的挑战期 但是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局部出现极致 但是已经有一千多个 一千一百多个县 发生了这个灾害 受到灾害 三千多万人受灾 将近二百人失踪或死亡 那么损失超过了 五百多亿人民币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比如像一些大城市 像南京合肥 尤其像武汉 那么它出现了大规模的内涝 像武汉几乎成了一个关海的这个地方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 从这个问题上来看 就不简单的是一个降雨的问题 不简单是一个奥尔尼诺现象的问题 它跟一些这个不当的管理 它跟这个多年来的一些 这个在这个水文上 水文地理上的一些不当的措施 比如说五十年代一降 到七十年代 大规模的填湖造填运动 以及这个八十年代以后呢 那么它维湖 那么也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最近的十年 过去大概十年当中 这个比如说武汉 它也缩减了 大概它的湖的面积 缩减了15%左右 这也就是说 你如果看了这个卫星地图的话 它大量的这个土地呢 因为沿江的土地 都成了一些这个住宅区 或者呢 是一些这个 这个政府的公共设施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 这个政府的管理 应该说呢 是值得反思的 就是这样 好 马海斌先生 我们知道 中国建了三峡大坝 而且主管这个三峡大坝建设的 国务院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 就曾经说过 三峡建坝不仅仅是为了发电 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洪水 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一带的 这个洪水 你认为三峡大坝 或者说三峡水力工程 发挥了他所说的那些工 他的效用吗 主持人好 加老师好 首先我不是那个水利专家 我只能从这个 我曾经读到过的相关资料 以及这个连续性的观察的性能 来看的话 三峡大坝应当说 它已经发挥了比较重要的 那个就是蓄水抗洪 和调节洪风的作用 确实像之前光源说的一样 不只是发电 而是起到很重要的 就是对整个长江中向游地区的 那个就是说民生和福利 要发挥重要影响力 至于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 还是要那个年龄防洪 这肯定是因为那个 还是有那个自然的规律正在 那个就是说大坝的建设 它不是为了消除 这个整个的那个洪水的影响 而是为了怎么去更好地控制它 去调节它 就在这过程中 当然也有那个执行方面的一些偏差 然后这段中也是一个 很不断地学习的过程 因为防洪抗洪也好 整个调节洪风也好 然后设置大坝 这整个都是涉及到 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 就是说关系的那个处理 在这个方面 你新有的科学 还没有能够达到 就是说特别一种 全面性的系统性的 那个就是完全的掌握的程度 所以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 它的调节的能力 它的广透的能力 也是一个在不断学习 和成长的过程 这当中出现很多偏差 我觉得肯定是有具体的 细微的人为的因素 但从总体来看 是据说人 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也是可能要付出一些 必要的代价 相同的问题 请贾平律师谈一谈你的看法 我想首先 像长江中下游地区 比如说武汉这样一个地区 就是进入湖北以后 这个地方是以 它是在长江的 它是在三峡的下游 三峡是在宜昌以上 就是在重庆万州这块 那么它在中下游这个地区 这个地方原来是 古时是一个楚国 我们都知道一个楚国 楚国它叫云梦大则 你说这个要读这个屈原的诗 或者一些这个神话故事 我们都知道有云梦则 这个地方都是水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湖 所以湖北有一个 它叫做一个天湖之神 那么这个地方主要都是一个水 它水是具有天然调蓄作用的 所以自古已降 它是原始的地理地貌 这个地方就是长江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它的这个河就已经 就漫贯 大水漫贯状 所以它是有自己的 一个天然调节作用 那么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们再看到上游 这个三峡的问题 那么修三峡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 其中除了发电以外 一个主要的理由 说是要调节洪风的一个作用 就是为了调节下游的 这个洪水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云梦这一带 就是千湖之省这一带 它本身有天然的调节作用 那么如果你把天然的调节作用 可以说现在是大部分给缩减了 在1400多个湖 现在只剩下这个很小一部分 400多湖大概只剩下 这个大规模的减少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把这个责任 或者说你把这样一个负担的 完全寄托在三峡大坝 这样一个身上 本身来说就是带有一种 就是有问题导向的 其二呢 我认为啊 这个现在的一些报道 也做了一些澄清 他就说这个关于 这个三峡的这个防洪问题呢 大概是芝江段到湖南 到湖南的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陈林基这一段 360公里的这样一段地方 那么他就说百年千年万年 基本上他就是跟这个洪风的速度 以及呢 这个所谓能不能跟芝江段泄洪 跟金江段泄洪相配套 这样一种方式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一些官方的专家认为呢 这个目的是初步达到了 但是他只是在这360公里段内 并不包括长江的中下游地区 那么其三呢 我要说呢 这个对于长江三峡的 这样一个决策 如果说我们事前得到 充分的这样一种论证 充分的这样一种信息 如果我们知道 比如像现在这样信息 这么充分一些 那么那个官方会说 只负责这个下游 他的下游的360公里 金江段的这样一个洪风的调控 那么是不是 在当时是不是能够在决策 建这个三峡 那就是那恐怕现在来讲 就是一个疑问了 因为当时这个语焉不响嘛 说对下游一个洪风的调控 那可能一直到这个入海口 那么现在说只有360公里 这个数字大大的改变了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决策程序的问题 其二我想这个三峡大坝的 这样一个调节能力 以它对地质地貌的改变 以及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甚至地震 以及这个洪水 以及相关引发的 比如说对于这个人口 这个迁徙 就是三峡移民 这移民到现在没有移完 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移完 那么它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来说呢 都是我们恐怕要未来 要继续面对的 就是 好的 马亚冰先生 也有很多的民众和网友指出呢 今年洪水造成的这种城市地区 变成泽国内涝泛滥 这种现象也和城市建设 特别是地下水等管道的规划有关系 因为官员的浩大喜功 喜欢一些大家看得到的 面子上的工程 实质性的 特别是像地下的这些工程 没有人去关注 那么在武汉甚至有人提出 那政府三年前 保证的三千万元 或者几亿的人民币的这种水下 管道的建设到底在哪里 你认为官僚主义 或者说这些浩大喜功的工程 是不是也是造成今年内涝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内涝确实很大部分 是因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问题 正像刚才贾老师也说了 本来这个城市和周边地区 它有个自然环境 比如说湖泊 还有其他一些山林 它相当于一个自然的 呼吸调节系统 就是说组合 有水位上涨以后 可以流到小河流内来 然后作为一个缓存地带 然后组合水位下降之后 这些水位再流进去 但问题是现在 这种自然的调节系统的功能 因为城市建设被压缩得很厉害 所以它的功能就降低得很快 然后再加上这种 非正常的自然条件 比如说极端天气 像武汉正在经历的 超出历史极致值的 一个特大的连续的暴雨 在这种情况 双方的两个情况的夹击的情况下 它的城市建设的不足 就很容易就显现出来 至于武汉 距离到武汉这个个案的本身来说 它其实是花了大泪气的 那个就是说 根据官方的数字的话 它这三年 它基本上花了差不多 150多个亿 来造它整个的 那个城市的 那个地下管道排水系统 至于它是否真正的 按照它规划所做了 那个我们没有做 不是做工程项目的 这个只有去真的实际去检查 然后有专家去出面 去做认证才能知道 但是从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来说的话 就从目前的报道来看 确实存在一些 就是说在施工的过程中 存在脱工紧料 然后监管不严 然后事后又不了了之 这种情况 当然这只是一种泛泛的说法 你没办法具体到 就是说落实到哪些人 现在就在负责 这个需要全民监管 同时也需要第三方认证 机构来做出独立的评估 好的 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 打来电话 希望参加节目的讨论 首先请湖北的邓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邓先生您好 您好 我觉得三峡工程 那个防洪能力 我觉得完全是扯淡 因为它平常 它肯定不是空的 它肯定一直有比较高的 所以它靠着落差发电 那除非说非你三峡 平常是空的 它才有强大的 触水的能力 所以说它根本就没有 防洪的能力 然后第二点 它就是当年吹牛皮吹大了 说怎么可以抵御千年 千年一遇的 或者百年一遇的洪灾 结果就表示 武汉那里就可以 放心地造楼 填壶造楼 反正千年一遇 咱们造起来再说 这就是当年 大跃禁也是那样 就是说吹牛皮吹过了 然后就导致粮食增速 结果果大饥荒 这个政府真的是 怎么教训都不会吸取 只会吹牛皮 谢谢再见 好 谢谢湖北邓先生 接下来请福建的陈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2013年武汉宣称投资130亿 三年改在排水系统 称能抵御相当于15个东湖的雨量 如今三年过去了 现在看来完全是个笑话 现在官方又狡辩说 大家理解错了 说来说去 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不作为 最后受害的仍然是普通的老百姓 因为没有民主 没有选举 一次一次的天灾人祸 也丝毫坏醒不起 我们这个政府的良心 北京市长说 治理不好雾霾 踢头来剑 结果自己又澄清说 这是个戏言 公开的把国家的大政方针 当成一个儿戏一样 对比英国首相卡梅伦 因为英国公投而辞职 盗国政府与人民 那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英国才是人民与公仆的关系 专制独裁政府 喜欢捍卫人民福 美国就从来不喊 不管官方如何狡辩于抹黑西方 也改变不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谢谢 好 谢谢福建陈先生 贾平先生 我们想再谈一谈三峡工程 因为刚才湖北的邓先生也谈到了 三峡工程呢 当时确实是一个耗资巨大 清全国之力 所建的这么一个水利工程 那其实当时并没有经过 非常严肃的或者全面的学术论证 那么我们看到了最近刊登出来的 对水利学家 黄万里先生的采访 他就认为长江它的水质 以及它的地质 因为它并不是所谓的泥沙或者流沙 而是卵石 对于这些问题将来如果核床上升 会不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 由于它的大坝建成 对整个地壳 对其他的各方面的影响 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 那么还有好多的水利专家说 我们没有必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坝 我们可以把坝高来减少几十米 或者说在长江的中上游 再建其他的规模稍微小一点的 中小型的水利工程 就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请你再谈一谈你对三峡问题的看法 我想三峡的工程 这可能是作为一段所谓一个梦想和传奇来说 它是一个百年的梦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孙中山就提过这个事情 后来建国以后49年以后 毛泽东也提过这个事 后来他给否得 他就是没有能够做成 后来就改建成为葛州霸 那么最后到92年90年代的时候 最后能够批下来 最后能够力排众议 做这样一个巨大的项目 投资了1800多个亿人民币 那么当时呢 它这里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呢就是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论证这个它的可见性 可行性的时候 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地质的 以及刺群的灾害这个问题上 这点是非常不充分的 尤其是在这个90年代 其实以前的这段时间呢 这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那么知识分子是受到严厉的排斥的 那么这个国家 尤其前30年 这个国家有着这个 就是高度的反制的倾向 那么也有呢 这个政治上的威权主义 那么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 或政协这个层面上 进行讨论的时候 你很少会听到 就说到80年代有一段时间 你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 因为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被导出来的 因此像这样一个 像这样一位 像黄万里这样一位 杰出的这个水利学家 那么有着非常高的一个知识分子 就是可以说他充满良知的 一个知识分子 他也是这个美国 他密苏里大学的这个 水利方面的博士 因为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的 比如他对三门峡的预测 葛珠瓦后来这个预测 对于三峡的预测 应该讲现在都是有正确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在充分的公共政策辩论当中 如何能够听取不同的声音 能够让不同的厉害相关方 都能够公开的平等的发表意见 同时而不被边缘化 不应该说你因为某一个威权主义的 或一个领导的 他的喜好而被撤离别人化 那么一些史料 这个口述史的一些 或者一些书面的史料 逐渐揭露出来以后 那么会发现实际上说 这个即便是毛时代 这个毛本人也最后因为种种的压力 因为陈云他本身是非常反对 这个三峡的 那么他在毛时代早期 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三峡 有一批人是支持的 但是即便毛他也没敢做 他最后就用葛珠瓦做的一个替代 那么到了80年代改革的时候 由于陈云反对 那么当时的中国的政治 等于是极为老人的政治 可能有左右两派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言堂也不完全可能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割下 但直到90年代开始 所谓92年改革开放 就是新一轮开放的时候 那个时候经济上大规模的 所谓的改革 走向所谓的自由化 但是政治上的改革是滞后的 这个时候一边倒的声音 反而占据了优势 经济上的诉求也占了优势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 这样的大干快上 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三峡由此就可以说 那么进入了建设的阶段 直到十几年以后的建成 建成的时候实际上 最高领导层里面就会没有人去 作为落成典礼 结果就没有人去 那么它就很说明一些问题 所以三峡大坝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决策和参与的一个问题 是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写照 主持人 好的 现在我们有一位网友 通过YouTube的现场直播 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位网友叫侯小宝 他说 我想提问 长江水灾是否会造成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是否因为水灾造成瘟疫的风险提高了 中国对水灾过后的公共卫生 又有哪些管制措施 我想请马海斌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 因为像水灾这种洪涝灾害 一般是会伴随着高发性的健康的风险 因为洪水里面带来各种细菌 然后重新改变当地的地貌 地貌情况下 特别是在那么多水的情况下 然后就混在城市里面 各种垃圾混在一起 所以特别容易发生 这种细菌的滋生病毒 然后这样发生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特别考验 就是说当地各个地区的卫生部门 和政府的行动能力 那怎么样去排除这些风险 怎么样去通过一般的公众的媒体也好 和其他的教育手段也好 让民众提高健康的意识 然后采取相关的措施 同时也保证 从公共的角度来说 政府的角度来说 各个措施和各样的工具和设备是得力的 这样才能最大限制的降低 这个就是说公共健康风险 发生了那个概率 从目前的情况来说 看应当时 当前来说做的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这根旋一直是不能松的 因为这个风险 随着那个就是说 红讯高峰季节的来临 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一直要特别紧张 然后要特别谨慎 来保持这一点 好的 还有一位网名为杰杰杰的先生或者女士 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洪水频繁爆发 是否会威胁到中国政权稳定 洪水之后 红十字会拨款8亿元 是否又会开始新一轮贪腐行动 我想请在北京的律师公共政策专家 贾平先生来做一下回应 贾先生 我想从历史上来说 所谓的水的问题和国家安全和政权的稳定性 一直是高度相关的 我们甚至有一些戏谑的说法 比如说太平天国的爆发和广西的洪水 也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 当然这个主要的问题是 并不是说洪水本身 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它引发的刺身灾害 由于它直接的自然灾害和刺身灾害 刚才马老师提到的公共卫生问题 如果不予良好的控制 那么这个嫌不总是紧绷子的话 在旧时代经常会爆发洪水之后 由于尸体的腐烂和疾病的瘟疫的流行 导致大规模的进一轮的死亡 那么这个时候人民会就更加森林涂炭 在这个时候政权的稳定性 在不同的时代都曾经受到过很多的挑战 这些在历史上都有很多血淋淋的教训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 就是关于拨款8亿会不会造成贪腐的 我认为就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城市建设 刚才提到城市建设问题 或者是救灾这样一样的问题 比如说已经我们下面有未来 一支代替的一五年提出来 叫做海绵城市 要注重地下 注重更自然的一种方式 这些都是要耗损一些资金的 那么如果花资金 政府的公共资金 或者是通过PPP 也比如说公司兼营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它都会产生一种智力的问题 智力都会引发 很可能会有资金不透明运用 也就是说腐败 那么重要的不在于是什么呢 重要的不在于是我们 因为产生了资金要花 那么肯定会有腐败 所以我们就不做 它的辩论点不在此 辩论点在于 我们如何让这种腐败的可能性减小 那么如果这种事情一定要做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是要花公共的资金 就是要用公共的方式去做 而不是私有的方式 或者公司兼营的方式去做 那么如果我们减少不了这种 通过私营的方式 扩大不了通过私营的方式 因为它自营自知 那么它会更节约一些 那么如果我们扩大不了这种方式 那么如何监管 如何加大这个监管的力度 如何通过这个政府内部的监管 通过这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管 以及人民 以及媒体的这样的一种 自由的这个监管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它 使得这个资金能够落到实处 这是我觉得是我们所关注的体重之一 主持人 好的 谢谢蒋先生 接下来再来接听 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安徽的蒋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您好 我说话 您这边能听得见吗 听到了 请讲 喂 听听到是吧 对 请讲 喂 能不能听到 听到了 请讲 您好 主持人 你好 我昨天 从9点打你们这个电话 打到4点一直没打通 然后我就是想 昨天的问题就是话题 就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见解 我近年28岁 我18岁开始关心中国政治 我就意识到 中国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问题 所以说我一直可是坚决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 但是夏威夷离美国也很远 不客群岛 你英格兰也很远 你英国也很远 但它重要是英国的 南海是中国的 虽然我反对共产党 我坚决反对共产党 但是我坚定地认为 南海绝对是中国的 好 谢谢 安徽的江先生 关于南海仲裁的问题 我们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 还会谈到 请你注意收听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也请你再打电话来 接下来是辽宁的张先生 张先生 你好 你好 那个三峡的问题 给我的印象 当时上马的时候 最后是李鹏 是主抓 李鹏有一个三峡日记 他退休以后 可能是时间不长 他写了一个三峡日记 我没怎么看 但是前一段的 就前几年 就是习近平刚上任以后 反腐 反腐 然后呢 提到说 有一个老的 插走三峡的事情 一些工程项目 好像在腐败这方面 有问题 但是后来 这个事啊 不了了之了 现在也不提了 我就说到这吧 好 谢谢辽宁的张先生 马海斌先生 刚才你谈到了一个 你首先谈到了 这个黄万里先生 你认为他中国 中国治理这个 河湖进行水利方面 只注重水利的工程建设 而忽略了水文地理 请你再来解释一下 你认为黄万里先生 他提出这个看法 有没有道理 首先我认为黄万里老师 是一个特别令人资敬 值得尊敬的 就品质非常高尚的人 就说从他敢于坚持 自己的观点这一点来看 是值得我们所有学者 和所有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榜样 但是同时我们要以黄万里老师 他自己的精神 实事求是的看来这个问题 就是说黄老师 因为历史的原因 就是上门侠的问题之后 他不是因为那个问题 被打成右派 而是当时因为另外一篇 他写的文章 赏文和毛泽东 当时的那个观点不相符 因为那个人被打成右派 自从他被打成右派以后 他在那个学术圈 就失去了话语权的地位 所以他在后来 在论证三小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进入专家委员会 但他自己仍然提出来 自己的观点 也因为他没有在这个 话语权之内 他接触到的那个数据的信息 不是很完全 所以说他的论证本身 其实也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比如说他提到的 那个卵石的问题 从事后 无论是那个模型模拟 还是这个三峡大坝 这个十年来进程以后 运行情况来看 这个情况都比他估计的 要轻得多 就是营生程度 远远达不到他时候的状态 同时包括那个三峡大坝 进程度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他当时对这个 就说整体混凝土 焦住的速度这种东西 他唯有一个最新的估计 但是事实就是说 就是说超过了他的预计 但是他有个很正确的观点 就是说就是说对水文地理的重视 但这个东西在国际的那个学术圈看来 水利学术圈看 他也是这个逐渐发展起来的观点 你从美国的经验来看 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情况 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就是大肆地能够进入水利 这个短短10年20年时间 建了超过好几万座大坝 然后到68年他通过了一个法案 叫做那个自然 景观河流的那个管理办法 就是说对生态的重视 在整个学术圈也好 在整个政府那个政策圈也好 开始占据主流 就是说你不 就是说你大坝的建设 不应当以牺牲那个 就是说当地居民的利益 也不能应当牺牲 甚至当地生物 就是包括鱼啊 这些鱼的回游的那个生态体系 这些破坏了 即使你能够发出很多的电量 能够调节红风 这个复材的价值也是不值得的 是这种理念的情况下 在影响了美国后来的那个拆坝运动 就是说他在后来这个最近十年 他又拆掉了1300多所大坝 在这种情况下就证明 在整个水利界来说 这个大坝的建设的认识 是不断提升的 是不断扩充那个概念的 所以在中国的情况下 我们又面临很复杂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人口这么多 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 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面临那个低趟发展的压力 你不能大力发展煤电 你必须要保证一定程度的那个水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是一种在这个 自然人文和那个生态 以及那个你的能源需求之间 发生一种平衡 我个人觉得三峡大坝本身 如果说当初有那个护士生态方面的原因的话 是比较历史方面的原因 但将来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做弥补的 或者说去规范它 不会发生次生的一些 就是说自然生态的灾害的问题 这个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学生去做一个系统的论证 简明先生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或者说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同意这个马先生的观点之一 就是说这个像美国或者西方世界里面 和物质主义 那么推动这个大坝的建坝的运动 后来又有反大坝的这样一个运动 确实是一个人类的进程 这个是一个 就是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想我的观点是 对于这个西方世界 或者是这个国外的这个 或者已经发达国家 他已经犯了这个错误 他已经这个得出来的经验了 我们要这个及时的学习和吸收 就是这样 好的 围绕中国洪水在习 继续严防死守的讨论 就进到这里 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公办学校学费涨价是否有道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 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热门社会话题 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说 中国许多省份决定于 今年开始提高大学学费的收费标准 早在2014年天津 浙江 江苏等 十多个省市相继调整了 公办高等学校的学费 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 中国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校学费涨价 据报道 在广东省明确将调整 公办普通高校学费之后 本月初 华南理工大学 已经率先公布了2016年最新学费标准 最高每年增长了1690元 根据广东省发布的高校学费调整通知 学费提高的增幅为20.2% 由于高校学费涨价涉及千家万户 引发了民众的普遍关心 有观点认为 中国部分高校学费的标准 已经执行了10年 目前各方面成本大幅提高 适当提高收费是应该的 但是学费涨价是否有准确的依据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应该如何分摊 如何确保学费使用的透明度 我们继续与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 贾平律师和华南顿研究机构 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 马海斌讨论这些话题 继续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 你也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请在中国国内的贾平律师 来分析一下 这次高校学费涨价的 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一般的认为 这种涨价是不是合理 我很难猜测 因为这个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不透明 那么我们很难猜测 它具体的原因 因为官方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 但是我个人想 就是个人的观点之一 包括我也看了一些公开的媒体 或者一些研究材料 我认为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以及2015年的最新的一个 所谓的财政部等部门 包括教育部的一个规定 那么它要求对于每个生员的培养的成本 这个学费的收获不得超过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成本的 20%这个涨幅 那么它涨的应该说是相当 应该讲这一年之内涨的是相当高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想对于这种普通的公立大学的地方上涨值之高 那时候很可能和它的这个过去这些年里 这个它的这个学校的负债 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它的这个这个校址的扩建 那么它可能带有一些银行债务 这个一些数据表明了 这个可能富有几千亿的这样一种银行债 那么还有这个原因呢 可以说呢 就是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改革 它还是没有真正开始 那么中国的这个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校体系呢 那么这个一个高校呢 它要运营 它这个运营成本是相当高的 它不是一个教授致效的一个这个制度 它往往是行政人员致效 那它有一个配套的一个行政和党务 这样一个巨大的系统 那么这个这个系统 尤其行政这个系统 极大的拖累了高校的这个决策 跟执行的流程 那么它对学术实际 学术自由也是一种 应该讲也是一种干扰 那么但是这个成本的负担 应该是相当之重的 那么这个当然也有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 物价飞涨 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这个总体来说呢 我想这个有那么几个原因嘛 但是但是我想涨价本身 即便它是在国务院规定的 就是财政部规定的这个20%的范围之内 但它也需要有一个适度的透明度 那么这个透明度就是 那么你是经过一个听证的程序 是不是应该这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好 马亚冰先生 如果您对刚才我提的问题有什么看法的话 请你发表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 你认为如果一些省市 它的高校的这种学费涨价 对哪些人影响比较大 对哪些人相对来说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另外对教育质量 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正如刚才贾老师说的 其实这轮涨价 因为好多信息不透明 也掌握不充分 我们很难去具体了解到 每个学校它涨价 具体是因为有什么原因 但我觉得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可能有一方面 是因为历史积累的原因 就是说 就是过去十年来 它涨价不多 但因为你每年 有那个通货房子的原因 然后加上那个 实质力量建设 和那个场馆建设的原因 这端间积累了很多债务 这就是说 你涨价的那个压力 一直在那里 但是因为行政命令的原因 中国这种决策制度 所以它只要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给你一个释放的缺口 所以这造成了 今年这个缺口 一下变得比较大 让大家一下接受不来 其实在世界各国来看 那个学校涨价 那个学会涨价 其实照样的 都是通用的情况 像美国也好 美国现在的学生 也经常抱怨 就是说 取费付不起 你从美国历史情况来看 1980年到2016年之间 扣除那个通货膨胀的原因 普通公立高校的那个学费 平均 它也涨了3.2倍 你从那个学费的支出来看 就是学校有哪些支出比较大头呢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失智力量 一个就是那个场馆建设 就是软硬的两方面 这个都和你的那个 这个教育水平的提高 这个整体的制度 那个目标建设有关 特别是在中国 你像近十年 那个不断扩招 扩招的情况下 你学生多了 你失智力量就要求更多 同时大家对教育质量的要求 也更高了 所以你要吸引更多的 更好的那个失智资源 你怎么办 你只能去通过 更好的那个 就是说 那个工资条件 然后更好的福利 包括那个住房 然后学生多了以后 你需要更多的教室 更多的那个实验设备 更多的电脑室 这些硬件设施 包括体育场建设 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 都需要大量投钱 这个在全世界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 你失智力量建设 和那个场馆建设 都是要投大量的金钱的 然后加上那个 学生的人数 大大增加的话 你即使国家 有那个财政补助 这个也远远抵下不了 你的那个成本的增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学会增长 是有它的那个 就是说必然的 那个一个趋势 但同时在考虑 这个公平性的问题上 就是说 我们的考虑 就是说 你在具体的一个学校的话 你得考虑 就是说 学生的那个支付能力 就是说 目前受影响最大的 肯定是那个 就是说 比较贫穷的 那个收入 比较低的那个家庭 他可能子女 比较优秀 能够考进中国大学 但有可能 他真的是支付不了 这个学费 这就要求 我们的这个学校 在做一些那个 就补助方面 就是说 补助金 就学金 那个奖学金 这些必须要 就是说 大大发展起来 你看美国的例子来说 他学费 确实很贵 但是 他有85%的学生 能够 收到这个 或多或少的 那个 就是说 不同来源的 那个 这种 支付金额 就是平均每个学生 现在 按今年来算 就是大概可以收到 15000美金 的一年左右 这样就可以 抵消到 大概三分之一的 他每年的那个 决配 就是每年 大概3万多美元 那中国 这种情况 让我自己的 亲身体验来看 这个甲学金 和助学金 或者各种资助 它的覆盖的比例 还是比较低的 今后我们要通过 就是说 不同的那个渠道 来这个 把这份之间 更的增长起来 不只是依赖 这个国家 那个政府的拨款 还要就是说 大力呼吁 这个社会的公益机构 包括一些大的企业 军政 来保证 就是说 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贫困学生 他能够得到一个 公平所要有的机会 甲平律师 我们知道 中国近年来 特别是最近 二三十年来 它的国力 它的整个的经济实力 确实是在 不断地提高 中国现在应该是 全球GDP的第二 那么 中国也不但在宣传 自己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谈的 不是私人的学校 不是私立的高等院校 都是公立的高等院校 那么考虑到世界上 还有很多国家 在教育上 给予国民更大的优惠 中国的政府 刚才马海斌先生 也谈到了政府 这个拨款的问题 你认为政府 应该不应该加大 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主持人 我认为 这个加大教育的投入 当然 你如果是 抛开这个 再说个题外话 对科教文会 总体的投入 在中国的 这个国民GDP 这个比重 依然是不高的 它需要 有一个 比较大比例的增加 因为我们毕竟是 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这一点是 必须要明确的 这个 我们还不是一个 所谓的 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 虽然它有一部分的 这个市场经济的特质 那么既然 我们声称是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这个政府的 对于这个 教育方面的投入 跟它应该承担的义务 当然我们也是 比如说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公约 这个金色文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的 缔约国 那么每个人 这个公约要求 每个公民都应该 平等的享有 这样一种 这个教育的 这样一种权利 那么这也是一个 政府的 应该履行的义务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 增加这个政府的教育图 是题中之一 第二个就是 我刚才提到 就是刚才这个 马先生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国家 虽然在进步 说这个GDP 这个水平在增长 但是对于这个二线 或者说这个 非重点大学的 那么他们的这些学校 他们所获得 地方的这个资助 中央的这个补助 相对来说 不足以覆盖 所有他们的成本 那么所以他们 这个很大说 你看这次一般都是 这个非 当然现在9212 这个985 21都被废除了 这个当然都是 不是重点大学的 那么他们在 这个提升这个学费 那这里边 就因为什么呢 那么它缺少 比如说它没有 这么校企 但现在校企 是要剥离的 清华这些校企 都要剥离掉 那么它 更大的程度上 它是没有一种 校友资源 或者是国际的 比如说国际 国内的这样一种资助 那么这个资助体系 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耶鲁和哈佛 它都有很大的 这样一个资助体系 他们是有自己的基金 那么清华也有自己的基金 那么这些 这个底下的中小学校 他可能就不具备 这样一种传统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 但是我想呢 这个不管怎么说 对于这个 即便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政府的 这个投入少 我们覆盖率低 但是我们对于 这个贫困学子 或者是中低所有学子 以及农村学生的 这样一种关注度 是要这个提上 一时日程的 不能因为这个 这个说我们现在这个 比如说学校运营缺钱了 那我们现在就用 这个增费的方式 去来这个覆盖 或者去补偿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说这个 比如说像刚才马先生提到的 如果是奖学金的分配 覆盖率过低 或者它的分配是不当的 那么资助又少 社会资助又比较少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新的 新一轮的 社会不公正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正的现象 就等于是把农村的 或清贫的学子 这个家庭的学子 那么把他们过早的 踢到社会上去 就是赶出这个 这个受教育的圈子 这等于是人为的 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圈子 这个问题是需要 高度于关注的 是不是 好的 接下来我们接听 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吉林的徐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早上好 您好 请讲 我可以说话吗 可以 请讲 我行 主持人早上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了 听到了 请讲 我想问那个北京的那个嘉宾 那个中国的GDP是俄罗斯的五十六倍 那个俄罗斯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的 为什么中国不像俄罗斯干极 谢谢 谢谢杰林的徐先生 接着来是河北的刘先生 刘先生 您好 喂 是我吗 是您 请讲 好 我问 我有一个问题啊 问问这个二位嘉宾 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 轮到人均 我不知道世界上排名多少啊 二位嘉宾要是值得的话 请给答复一下 谢谢啊 好 谢谢河北的刘先生 我请这个马海斌先生来回答一下 刚才吉林徐先生和河北刘先生 提出问他们的问题都是非常有密切关联的 对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中国的GDP这么高了 而且为什么不是全民的高效免费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所以说从生活质疑的要求来说 这个平民应当大家保证 就是说一个比较可以付得起的 一个受高效教育的那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够超越这个市场规律 你有时候你超之过急的话 你很可能会引发其他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那个效果 比如说巴西 或比如说威尼瑞拉 他们的那个就是福利制度就真的很好 然后就是高效女士免费 然后各种福利 你即使比在社税国家还好得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他们的那个经济情况 就说让政府陷入了很大的那个危机 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确实是要要保证一方面这个福利的提升 同时我们要保证这种福利的提升 是在一个那个经济国立的范围里运行 而不能以一种超之过急的方式来运作 这样你违背规律最终会受到它的那个反噬 其实我觉得就像那个高效扩招情况本身来看 其实也是这种方面的情况 当时提出的那个高效扩招 它的理由或者说它的目标 是用扩招来拉动内需 刺激消费 促进经济增长 缓解机油压力 但通过这么十年十多年的实现来看 我觉得它完全达到了相反的效果 就是说你拉动内需 你学费涨了之后你没办法拉动内需 那个父母都需要存好久的钱 来才能支付你的学生的那个上高校的那个学费 它这段时间都一直消费了 但我们从拉动内需 然后经济增长 当然这个整体形式也过来 经济增长是在缓慢的那个降低 在软着路 然后这机油压力来说 更加是这种 机油压力现在不仅是没有缓解 反而更加精锐了 就是说你毕业这么多大学生 那直接和其他的那个 就是说产业调整下来的那个下岗工程 一起去冲击这个机油市场 但是你从长远的公平性来说的话 你一个高校的那个社会 或者说整体你这个国家 整个高校制度的那个收费体系 是否那个公平 其实从你个人交流山 你要看你将来 这整个就是说你的那个职业生涯中 是否能凭借你的那个学问和文凭 拿到一些那个回报 在美国的话 这个就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 一个回报机制 像医学院或者是那个律师行业 它的学费从来都是一直就很贵的 但是仍然有这么多人去趋之若鹜的那个去进行进入团 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你现在要承受很大的那个学贷的压力 当你将来毕业之后工作之后 你会就是逐渐收回来 而且甚至会很多倍的那个收回 但是中国目前这种就业形式下 你大学是普通大学生毕业 你的那个工资水平 其实和那个农民工差不了多少 这样的情况下 你完全就看不到那个收回的机会 你甚至觉得就是更加一种不公平 你浪费了四年的时间 你学习了这么多 然后出来还是一样的那个年轻的时间 所以这方面很多情况 这种方面我们要值得我们更多的考虑 而关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的总体GDP和人均GDP 我目前没有仔细去搜最新的数据 我的感觉是人均GDP 中国应当是在 可能是在全世界50到80位之间 我不是很确定 请贾平律师来 您是不是掌握这个数字 我看的数字好像是人均GDP 大约是8000美元左右 是这样子吗 我想我也不完全掌握最新的这个数字 应该是在5000以上 这个数字 但是我并不掌握 我现在并不掌握 就是关于人均GDP 摊到每个人同样教育的比例是多少 但是我大概是几年前的时候 温家宝总理曾经提过 说这个撑取要把科教文卫的投入 扩大到4% 也就是说当时可能还不到百分之 就是当然它要加一 科教文卫中和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个比例要更低一些 就是这么一个角度 谢谢 好 马亨兵先生 刚才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好 如果你的教育让年轻人 他毕业以后受到了实惠 找到了比较好的工作 甚至至少不像现在找工作这么难 那么大家就会感觉到我在教育上的这个投入 是有所回报的 是公平的 否则他就会有一种感觉 不管我花多少钱 我得不到任何 给我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好处 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会有一些怨言 你认为中国整个这个总体的教育 这种发展趋势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 我不是教育专家 也很难回答 我都只能说 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感想 就是说 这涉及到整体的一个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 这个教育体制改革 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摸索 就是说怎么样才能 这个说一方面培养出更多的 是高等教育 无名素质很高的那个学生 然后成为这个就业大学的那个中绩力量 另一方面也要就是说 因为教育其实是整个 教育是个产业 你从那个经济的角度看 它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你它的运行也有它自己的那个市场规律 如何通过那个教育体制改革 来保证它这个体制本身的活力 它本身的那个生命力 这又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但很可惜的是 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有时候这两种目标并不是能够同时达成 你只能在或者在有限的时间段内 就是说去权衡 去只能选择一个或者是 或者是顾及一个多一点 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在各国的那个 那个公共政策历史上都会发生 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完美的那个条件 或完美的资源去实现你所有的目标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出选择的之后 要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政策 来去做相关的那个就是说弥补措施 好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呢是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在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 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 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斌 参加节目的讨论 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就是今天VUA卫视 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明天的实时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 南海仲裁北京进入战时状态 为哪班 长江洪灾天灾人祸各占几分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UA卫视 我是宝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